以及我們跟大陸境內的IT廠 所謂的家電或是個人電腦、手機 他們有這方面的需求 我們能夠跟他們做更好的結合 把這個市場做大 中期我們希望開始考慮跟中國廠商合作來設置晶圓廠 降低稅率 得到稅率這個部分的benefit 也申請政府的相關補助 來幫助我們成本能夠持續做這樣做 當然我們還剛提到的最尖端的技術 在中期我們希望它是保留在韓國 長期的話 我們等到整個大環境更好的時候 再來做管理 策略執行的部分 剛提到第一個動作 我們必須要做句點的擴展 我們必須要跟家電、IT部門的結合 我們希望能夠擴大Flash的銷售 因為我們從技術上看起來 Flash會是未來的一個趨勢